根据了解 在加拿大西北地区 有一条斯莱姆斯河 这条河流在当地流淌了300年的时间 但突然有一天 在这周围的村民 就发现这条河流竟然一夜之间消失了 这样的情况让很多人感到特别震惊 有些人就觉得这是灾难来临的前兆 有光专家到现场考察之后 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到最后人们经过很多方面查询 知道了美国的卫星影像 正好记录了整个过程 很多网友看过之后 就表示真的太惊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看看吧 原来经过人们仔细观察就发现 原本注入斯莱姆斯河里面的水 突然改道流向了另外两条大河里 最终全部流入了阿拉斯加海湾 专家到现场经过勘察的时候就发现 斯莱姆斯河已经干枯了 面对这种特别诡异的现象 人们感到特别疑惑 为什么原本好好的河流会突然改道呢 有些人觉得可能是外星人所为 毕竟这种情况 我们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环境 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 气温越来越高 凌川融化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溶水量的不断增加 导致新的支流产生 这一条支流特别活跃 它能够将流淌了300年的斯莱姆斯河 从中截断 在短短几天内 就将全部水源汇集到 其他两条河流里面 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河流侵袭 这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人类发现的地球上 第一次河流侵袭现象